日韓未安赋的问题出现了双方协议 但是独漏台湾 今天马总统立刻表达 我方也要求道歉赔偿的强烈立场 但是外交部表示 不需要透过美方协助 我们可以直接和日本沟通 另外马总统引以为豪的外交修兵政策 被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批评 今天他就强烈的质疑 难道蔡英文是想要重启烽火外交吗 一种忘记历史教训不误国际现实的误判 被蔡英文批评外交修兵马总统大声回击 日本对韩国未安赋道歉赔偿却跳过台湾 马总统立刻提出严正声明 上一次安倍总理大臣在8月15号演说过之后 我也曾经表示过就未安赋的部分 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做得更好 更能够照顾到他们的权益跟尊严 这个立场我们始终没有改变 也要求道歉赔偿 但日韩协议内容未必完全适用台日两国 外交部希望国内讨论出更明确的主张 再向日本强力要求 不过就在日韩对未安赋 达成协议的重大外交时刻 却传出我国驻日代表沈思纯回国休大假 沈大使的部分我知道他的父亲身体不好 我想他主要回来是这个原因 也会要求他在今天会尽速的回到日本 日韩达成历史性协议 外界认为美国在背后处理不少 台湾第一时间已经被漏掉 现在却说不用美方帮忙 我们跟日方之间的沟通是没有问题的 我并不认为说我们要需要透过第三者 至少在现阶段来讲 会不会和其他国家合作 要日本道歉赔偿 外交部说静观其变 不过外安赋突然在大选来临前成为议题 让苦战的执政党打算借力使力 用外交牌拉抬选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